屏東市萬年溪長約5.5公里 沿岸種植2公里台灣藍樹 每到秋季 台灣藍樹開花 萬年溪畔周邊的木棧道 成為最佳觀賞地點 吸引民眾驟足 秋天快要冬天的時候 它的顏色就不斷的改變 真的是美化了這一條萬年溪 也增添了真的不少 屏東的它的景色之美 是會隨著一年變化 因為花開花絮總有變化 所以現在是藍樹這個台灣藍 剛在成長的時候 所以它有很多的顏色 屏東縣長潘門安在臉書 分享台灣藍樹萬年溪畔美景 寫下這是屏東不是歐洲 也吸引很多民眾留言 分享萬年溪秋季美景 潘門安表示 植樹是提廣城市美學 很重要的關鍵 不同樹種在不同季節開花 剝化出不同的城市面貌 屏東在推廣城市美學 植樹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不管是公園路樹 或是其他校園裡面的樹種 我們大概在尤其在建構的 這個自行車道 都把它垂直整合 作為季節會開花的樹種 那尤其在西班的台灣藍樹 或不同季節的阿伯肉 或是燕子晶等等不同的樹種 都會讓隨著不同的季節來開花 會營造這個城市不同的面貌 潘門安表示 從2015年開始 縣府陸續在學校 社區 公園 及道路直下30萬棵樹 例如台唐泄命公園就種了8萬多棵樹 此外縣府也製作全縣老樹地圖 針對老樹植物病害 核根病防治 來保護老樹 其他也透過植芯樹 保護老樹的行動 形塑城市美學 評論新聞 張如意揚 正義採訪報導